这天图台风呢可以说声势惊人 尤其风速是更惊人了 它移动速度呢平均每小时是198公里 风速达到17级 而这17级是什么程度 就好像是在高速公路被时速将200公里的超跑给撞上 这南港的这个防灾科学教育馆呢 最高测试风速才14级而已 可见天图的风速有多快 中间新闻记者亲自带您来感受一下 这次天图台风来势汹汹风墙与大 一度还造成17级的强风 那么究竟17级的强风有多强呢 待会呢我就会穿上雨衣 带您来风雨体验区实际来感受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了风雨体验区 要体验的是净度台风 那么风速大约8到11级 那么现在呢我的人还站着稳 不过呢风已经把我的雨意吹得踏发作响 净度台风的风速高达117公里 在11级的强风之下 人要站稳已经有点勉强 风吹到眼睛完全伸不开 很强的耶 好接下来呢我要测试的是中途台风 风速是12到15级 究竟有没有强劲呢 先拿一把伞来测试一下 中途台风的风速更惊人 相当于每小时182公里 雨伞马上开花 15级的强风之下 路边的机车和单车肯定到 开花了 高达16级以上的强台更恐怖 说话几乎就快说不清楚 风速高达184公里以上 人已经到了要紧握俯首的地步 在这样的风雨体验区 最大程度只能体验14级强风 蓝雨的17级强风究竟有多夸张 可想而知 气象局形容 17级强风相当于每小时198公里 就如同在高速公路 被时速将近200公里的超跑撞上 对啊 就想跑出来一样很快啊 17级强风强到破表 天吐台风千万别小看 他的威力 瑞州桑玉1010台北采访报道